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让大米被吸引过来的一个说故事的人 她叫小芬姐 她是清水茶坊有限公司的营运长玛丽芬 我现在是看着她的名片念的 念起来好像哎呀大米跑去这个拜访CEO是不是 怎么听起来跟米环岛带着米妈那个 好像理念这个主题不太一样 这个当然是一样的 只是呢这是一个社会企业 所以看起来读起来好像也是一个 跟外头我们觉得说一般公司应该有的样子是很像的 所以她也称为一个公司 她也需要一个营运长 那玛丽芬营运长 我就称呼她小芬姐了 小芬姐好 大你好 还有米妈好 谢谢 你看米妈哪里都跟得到 这里还蛮穷乡僻壤的 她也来了 我要先跟大家说 这个透过台湾好基金会 他们很简单的介绍老人食堂 也就是小芬姐的这个地方 简单几个字 她说清水沟重建工作站 是921地震发生时 有一群清华大学研究生与台中艺文人士 在露骨组成的救灾团体 这几年来在露骨当地工作的成果 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开办老人食堂 第二是设立茶叶产销公司 叫问茶馆 那现在改名字叫清水茶坊 还有他们独创了一个社区型自立照顾系统 希望可以靠着问茶馆 靠着清水茶坊 这样子的盈余自立更生可以支撑老人食堂 可以替老人送餐 这样的公益事业一直持续下去 而不再领取政府补助 哦这样子简单的介绍 我想这就是也是吸引大米来的原因 小芬姐 我当时看到的就是为老人送餐 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是 它源自于921地震发生的时候 是是 刚刚我们一见面我就问 哇小芬姐看起来也是一个都会 上班族的就是知青的模样 可是在这个地方您在这里 从事营运的工营运长的工作的话 我就很好奇说您是本地人吗 我是我是倒倒地地的南投小孩 南投小孩那跟鹿港 鹿谷 鹿谷这个地方的那个地点 地域差多远 你是如果南投市嘛 南投市进到鹿谷 就是我这个单位的话 就开车约莫就三十到四十五分钟 是 那好啦 所以你就统称自己也是南投小孩 是啊是啊 我是啊 我刚刚事前已经可以跟小芬姐聊了一些 听到她这么多年来 从台北 然后回乡 回到南投 从事这份工作的一些渊源 那我们在故事车的部分 我想可以帮助大家 很简单的听一点 很特别的小芬姐的故事 我们从九二一地震 到底那时候你 像是你自己九二一地震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我当天我的确是出差 所以我人真的在中疗乡 其实就正央嘛 因为正央是九分二三 其实就在旁边而已 所以那个当天晚上那个走山 就是山会动的声音都听得到 轰隆轰隆轰隆的响 你那时候 也算是离家很近的时候 然后又接近正央 那一次那个事件发生之后 你停留在老家多久 我其实本来是出差嘛 但是从发生的那一刻 我几乎就开始留在 等于就是说 我就留着做重建这件事情 留到童年 然后就是1999年童年的年底 然后因为我是留职停薪嘛 然后一过晚年 我就回台北报到 然后报到实在到 就等于是在隔年的二月 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跟老板说 我说不行 我一定要回家 就是我要回来做重建事 所以我就正式跟老板 提了一个辞诚 我就开始回来做重建的事情 受不了是什么意思 你总觉得就是 因为你亲眼看着 就是你 你从小生长的环境 就是 它是在一系之间没有的嘛 那我们长这么大 尤其是台湾的小孩 是真的很幸福的 我自认我这五字头还蛮幸福的 所以我是没看过打仗的 可是我觉得 921在我的眼里面 我看到的就是好像战场一样 就是家都没了 那当然你原来熟视的一些人 也都在那个晚上 就都没有了嘛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的是 那个晚上开始让我想起很多事是 如果这个时候这个节骨眼你走了 你就是你遗不遗憾嘛 我觉得我还挺遗憾的 蛮懊恼的 就是觉得明明都还好多事该做的 怎么就都没做了 就是年轻的时候 或许还有一些理想嘛 可是你随着工作的关系 老板或是公司赋予给你一些使命 慢慢其实你都忘了在你内心深处 你其实是有一些梦的 那我就觉得在那个晚上 我就发现不行 太多事要做了 所以我就 我觉得我受不了 我得回来做一些事情 所以辞职就递出去了 对对对 我有个好老板 就是他非常地支持我辞职这件事情 然后回来的时候 其实你是到了中疗 距离我们今天知道你 身为清水茶坊 这个社会企业的营运长 其实那又是 这是后来的身份 后来的事情 所以中疗的时候 也是针对921的整个重建工作 是 投入了好几年 有八年的时间都在中疗乡 八年的时间 那其实在中疗 其实中疗跟陆谷 其实也不过就隔了一个 积极大山嘛 那你开着车 了不起 其实真的就是 二十来分钟的事情 那所以其实当时中疗 我带的团队 跟陆谷的这个团队 其实始终都是很好的伙伴 虽然我们或许做的重建的项目不一样 但是显然有一些核心价值其实是相同的 所以八年 事实上你在中疗忙的时候 在这一头 露骨的这一头的老人送餐 就是从来没断过的了 是的 所以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921之后的这个老人食堂的样貌 跟演变了这几年 OK 我大概就是把我所能够知道的 我稍微简述一下 就是说 因为起初在921发生的时候呢 就是刚刚你念的那一段话嘛 就是整个团队的一些创办人发起人 他们当时就发现了 就是在农村的老人 就是在于老人照顾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很缺乏的 那所以当然他们就思考着一些面向 就是说可不可以做一些什么 可以照顾这些老人家 所以当时就决定要成立一个 就是说老人食堂嘛 那为什么叫食堂 它其实是有个典故的 是因为当时整个重建团队 他需要一个建筑物 那当时这个建筑物 其实就是原来坐落在 那个秀丰村的一个天主堂 那所以当时团队的几个核心的领袖 就跟天主堂这边总会这边联系 就是说愿不愿意 把这个天主堂这个空间嘛 就是给他们来使用嘛 那当然非常乐意啊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说 让老人家离开家里 走到这个空间来吃饭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那个应该回到我们中国人 在饭桌上吃饭是一件团圆的事嘛 对不对 尤其你想想看就是说你老人家左邻右舍 趁这个节骨眼里走出来 就还可以彼此问候 然后就是端倪一下对方好不好 聊聊近况嘛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于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经营 那当然这个这样的一个起初 就是说起初这个形态也其实大概有经历了 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 其实到后来就加上辗转几个原因 那个原因当然就是有包括跟地方的协会的 或是说来自于就包括整个当时参与 在于做饭的这整个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有一些很大的变动嘛 所以后来就老人家就决定就是回家吃饭了 就是说那变成是有团队的伙伴 就是把一到五 然后午餐晚餐就是把它打成一个餐盒嘛 然后就骑摩车送到老人家去吃饭 这样子 所以才会从原来的老人食堂 然后就是直接到如今转成 就是说直接都是用老人送餐 为老人送餐 而且它比较有一个条件的筛选吗 是属于偏向于服务独居老人 当然不能说都没筛选啦 不过显然我们家筛选标准 还跟别人不一样嘛 就好像今天大明天坐在现场 你的身后其实就有我们的财叔嘛 财叔都坐在那边打盹 等一下那是员工吗 不是 财叔跟着我们家吃饭 其实吃两年了 那财叔一毛钱我们都没收 那财叔其实不能说没家人 他其实是有的 那财叔的身份第一个 他其实是低收入户 然后他其实是阴雅人士 可是但是显然看起来 家里的家人似乎就在921的时候 也没有打算接纳他嘛 所以其实反而是整个重建过程 有一些所谓的民间宗教团体进来了 那他们发现了财叔 所以就在原来财叔倒掉了老家的一个空地上 其林地他们帮他搭了个铁皮屋 所以其实财叔是没有跟他现存的这些家人 跟他们住其实并没有 那财叔的家根本连个浴室也没有 连个厕所也没有 那反正就是应该是说 讲得更直接就是我们的地主阿伯嘛 就是能炫的爸爸 其实是阿伯他某一日跟我们聊天了 他气不过就是有点打抱不平了 他就是把财叔是就刀着给我们听嘛 那我们当然听了也呕不过了 我们就觉得 我们就觉得说 那就跟着我们家吃饭吧 因为吃一口饭我们是养得起的嘛 我们吃什么就吃什么了 也没什么三层海味嘛 所以财叔跟在我们身边吃饭都吃两年了 那看起来他在这边睡得这么自在 应该整个生活跟这里还蛮结合的 那是有原因的 其实财叔的铁皮屋很热 那可是我们有 我们其实都帮他装了吊扇 也帮他装了抽风机嘛 可是显然家里人是管控他的 不让他开 因为那个会有电费的问题 所以其实财叔他 只要没有被他们叫去做工 财叔一定会在这边睡午觉 因为在这边真的就凉爽嘛 然后他可以好好休息 但他如果被逮去做工 我们就没办法啦 强不回来我们就认了 这个你们这里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是这个味道 对啦 显然看起来是有这样一点点的意思 明明就这边是一个狭义的这个收留所 狭义不敢啊 但是就是总是就人家讲的嘛 你就是有一件事情看不过去了 能做就做一点吧 所以为老人送餐 其实最针对的还是那些 真的是非常需要的 管他是不是说一定是独居的身份 就是了 是是是 但这么多年下来 从921的时候 那时候能够一个定点的老人食堂 那时候的服务的人口数 跟现在 高峰期的时候 约莫吃饭 到食堂吃饭的老人家 大概有有80来位上下 高峰 高峰期 可是后来就随着逐年嘛 逐年就递减递减 那一直到今年第16年了 吃饭的老人家就平均在20上下左右 像我们昨天就还有个阿公就走了 离开了 所以20几位的话都是 现在是以 奇摩斯出去 用餐时间提早 然后就送送便当的伙伴们就分两路嘛 你刚刚说过 然后再偏远都要送到 然后天气再怎么利 对 你就算算了摩托车 你只有一个念头就是 便当撒了没 没撒好 就是重点是便当不能撒 但人受伤没关系 这个 我倒是得残忍的再问追问 你像是老人食堂的那个时期的时候 它的功能像 小芬姐刚刚提到 人出了门口 然后到了一个聚会的场所 尤其对老人家来讲 那种交流 慰问 互相凝视 这个的对个人身心健康的影响 跟他就是在家里 等候时间到 终于有便当 我都不用担心 吃饭的问题 有人送便当来 他就整个人际关系是局限很多 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回到 很务实的那个点是什么 是年纪 因为你想想看你经过16年了 其实有很多老人家会从原来 他精神状态是好的 那慢慢精神状态会比较不好 那甚至比如他原来的行动的机能 其实是很强强度很高的 可是现在会退 我为什么讲这个话 因为我们家就有个老太爷 我爸爸今年都八十几岁了 也不太动 其实他都还能走路 可是对他来说 他会觉得 美外出对他来说 他都觉得特别的 吃力 对吃力 那所以我觉得 送餐这件事情 送到老人家的家去 是在于就是说 送去的伙伴 如果你只是把一个便当就放下走人 其实在我来看 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我个人而言 那如果说你送去 你还可以问候一下 喊一下 看看老人家精神状态好不好 或是说你今天送去了 一眼都没见到 就是没有见到老人家 就你喊了半天都不见老人了 那这个就会有问题 就是说 或许我们得联络一下他的孩子 为什么今天我们送去 你父亲不在了 是有什么原因吗 我觉得这个会有意义 但是如果只是把饭送到现场 那你跟去自助餐买个便当 有什么不一样 不就是一样的事吗 但听起来这样子的 我用冷酷的词叫售后服务 这不是售 所谓的售后当然是指 有都微博的跟这个老人送餐 老人其实十几年来 一餐都是售25元嘛 刚刚有提到 但您指的是这样子的关照 事实上这个工作听起来 其实是社会福利应该关照的 是社工人员他们应该做的事 可是这里会跟因为是偏乡的关系 所以这部分独居老人啊 这些弱势的族群 他们享受不到 没有办法被照顾 所以需要民间团体用自己的力量 自己去撑住一个像清水茶坊这样子 才能够做得到 其实大米我觉得这议题坦白说有点大 我觉得第一个所谓的长照 就是长期照顾或是日照 就是短期的嘛 我想未来全世界不是只有台湾 因为你高龄化的这个趋势 已经是全世界的问题了嘛 那回过头来他也没有那么单纯就是说 是不是回归到专业的社工 就可以规划出一个所谓的流程来 或是一套标准来 我都觉得他其实是 我觉得那是会有问题的 好我举一个例 社工的机构最后是流域的 其实是表格化数据化 可是其实人的关照 我觉得我要举个例子 就是宏道老人基金会 依赢他们嘛 我特别喜欢他们的为什么 就是在他们身上 我们永远看不见的是 80岁的老人是在我们的口中是 哎呀这不行那不行 没有 在宏道老人基金会的每个老人 这个也行那个也行 骑摩托车就算了嘛 还有全世界嘛 还到意大利也都来了嘛 对不对 在全世界这么有名 那你接下来呢 就是还表演了舞蹈了 显然我们看起来 其实老人家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其实还有另外一股能量 一股活力 那在于是我们可以把它引领到什么程度嘛 那我觉得其实对清水茶房来说 我觉得要很诚实的承认是 这一块我们其实是没做到的 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吃饭 因为我觉得老人家吃一顿饭 有什么难的呢 你就是最直接嘛 你如果今天到所谓的连锁便利商店 国民便当起跳吧 59好不好 69也就买起来了 那么我们举一个平均值嘛 我最喜欢用数学来谈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化为数字的事就最单纯了 举一个例 若你一个便当70块好了 你20个老人家吃饭 也才多少钱 不过就是1400嘛 对吧 那你两餐不过就2800 那你一个月22天多少钱 没多少钱啊 所以吃饭其实是小 我觉得那没什么学问 在我来看 我觉得学问的是怎么让这些老人家还在的这个时光 我觉得不是在等候一个时间 等候一个生命的流逝 可是我会觉得这不是社工机构 才能做的事 或是说他归回公部门才能够做 我觉得这个是全体的事情 是每一个最直接每一个台湾人都该做 为什么我们都有父母 我们家中都有老小嘛 老小老小老了就跟小孩一样了 那我觉得当你家里有长辈的时候 你就会怎么看着逗弄你的长辈 让他不要只是在度的这个时间经过而已 我觉得应该是让 就好像比如说迷妈 你为什么把迷妈带在身边 你还帮他开了一个粉丝页 对不对 我想都是在创造迷妈一种新的价值 是吧 被识破了 对 你怎么这么厉害 因为我们家有老太太 也有老爷啊 他们可活泼了 妈妈是活泼 爸爸就比较严肃了 就是说 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刚刚你聊 这个话题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其实清水茶坊 在做老人送餐这件事 我觉得要很诚实的回答的就是 他就是给老人家吃那么一顿饭 我觉得是没什么大学问的 可是我觉得清水茶坊 该去努力的一件事情是 当你这个企业体 你真的有一天你把它做起来 你做成功了吗 最少你不要再负债的时候 那你能够再转生出来的价值 到底还有哪一些吗 比如说 对于老人吃饭这件事情 有没有再额外衍生出来 让老人家有其他的 怎么讲 他们的机能 是可以带起幸福的效应吧 或是笑声的效应吧 我觉得是这样 那回过头来 清水茶坊 你所做的事情 除了在老人家吃饭这件事情 就是未来你 当你成功之后 你有没有可能把你所谓 对于不论是在于 土地的或是小农的 这个平台的效应 就是说把它再拉大一点 再让更多人有机会 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比如说我可能 我只是需要某一个 一个知识上的协助 或是一个资源上的窗口 你可不可以引荐给我 那我觉得未来 其实清水茶坊 是有能力可以做这些事情的 这也是现在走进清水茶坊 这个这里算是办公室嘛 办公室 对会有看到衍生出的 就已经不只是茶叶 像是小芬姐也端出 这里的茶梅啊 各式各样的梅子 这些腌制品也好 农产品的部分 它变成可以比较 时间持续性的 不会受到鲜果类的那种 时间限制 那这样子的产品 自己自产自销吗 你像桌上看的这几个梅子 光窗口就不一样 比如说像这一个 它这个是中疗的一个小农 其实也是我们原来 921的伙伴 它的梅源都已经是 一夹子以上的梅源 从他们爷爷那一带 就留下来了 那它的梅源 其实是有机认证的 那这一缸的梅子 它从它做到它风缸 都已经超过七年了 这一缸梅子 对 可是你看这个梅子的颜色 其实你光肉眼 你就看出来 就是说你风缸越久的梅子 会越老 越老就越黑 可是其实它在本草缸木 它本来就是可以入药的 它对身体其实是好的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 梅子是碱性食物 对身体其实很好 可是你看另外 这两个的颜色很浅 就代表它们的年姿啊 只有两年 小鲜肉是不是 现在流行的 对这个词很苦恼是吗 小本鲜 I'm sorry 所以其实你看它这个梅子就是什么 它这是从国庆出来的 国庆香 国庆 那我们其实是跟国庆的一个产销班 它们其实是从农会的背景衍生出来的 那我们包括我们的酵素橄榄 其实都是请了这个团队 他们来做 由他们来做 所以其实你看光一个梅子 我们家就会有不同 不同的生产者 然后不同的供应者 那包括比如说像柜员也好 就是我们叫龙眼 龙眼干 对对对 像我们家的龙眼 就是我们合作的对象 也不会只有一个 但是问题是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每一个小农 他们的精神是什么 举一个例子 其实我们今年本来 重疗箱有一个年轻人 他其实今年本来在 苏迪勒台风不进来之前 其实他有来我的团队 那他就是在跟我讲说 小芬姐 然后我就一个人做嘛 他说呢 我其实好认真摘了 就是所谓摘果子 把果子摘下来嘛 他说可是呢 我每一株上面都还摘不完 总会有遗留在上面 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一个人做 他其实做不完 人力不够 对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没关系 我说今年如果 我说如果你的龙眼好了 那可是你其实你很想 就是全部由我们清水茶房 就是由我们跟你采购 我说我非常乐意 那我说但是我要让你知道 我一定会有最高标准 跟最低标准 那这个给你参考嘛 你就心里有底了 就苏迪勒台风不是走了嘛 那这一周不是又下了两周的 那个豪雨对不对 就南部的桂园欠收 南部 就南部所有的贩子 全部往中部跑 那相形之下嘛 你就不能想象 桂园本来的价格 有一定的行情价 马上被炒作起来 炒高了 那炒高之外 就还会衍生出来是什么 你原来可以合作的窗口啊 都开始会有状况 那所以像这孩子 我就跟他打电话了 我就问他说 我说那你 你桂园采的还好吗 我说还顺利嘛 就他就跟我讲 他说小芬姐 他说我可能不能教你了 交给你 我说没关系不碍事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紧张 我说不能教也很好 就是如果你能够自个儿卖掉了嘛 我说因为今年价钱这么高 那你就卖个好价钱 你就不卖我了 就他就说 也不是那样 他说下雨 下的台湾话叫做高薪 国语我还真一下子 我转不过了 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在他那个头啊 就是那个地头的地方 有点小白点啊 小白粉啊 就会有那个东西嘛 那他就跟我讲说 小芬姐我那个都高薪啊 然后我就说 我说其实那都还小事 小事就是说 别那么介意嘛 因为你其实还是要轰的 都要碳背嘛 就基本上再不好的菌 也都在那过程都离开了嘛 更何况如果你不撒农药 那个东西一定会更多 如果你不撒农药的话嘛 那表示你其实就没什么撒农药 就他就跟我讲 他说 他说其实就是我觉得 嗯我不想交 是因为我觉得 他一直说交给我很没面子 就是不好看 那我就在那边笑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说不碍事 我说 我说如果你教我 我也很开心 你不教我 我还是开心 因为你能够资格卖 因为表示你的量 非常非常的少嘛 那果不其然 他的量真的就很少 他连资格卖就都不够了 所以后来我就进中聊 我就在找我们 已经合作了两三年的小农 也是啊 我去了我就说 我说去年说好的五百斤啊 能给我嘛 就他就 一副就是那种嘛 就是被脖子被掐住 喘不过气 他说 他说小芬 我尽力 我尽量 他说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好了 我说我饶了你 我说我知道 其实你 你始终都有一群你的主顾客 每一年都要回来 跟你买龙眼干的嘛 我说我饶了你啦 我也不要那么狠 我说就这样啦 我说 你也把你的主顾客都照顾好了 你还是得帮他们 留下一些货嘛 我说那你能够给我的就给我吧 我也不掐着你的脖子给你要了啦 要那五百斤嘛 那 所以我觉得 今年像这个过程 我都会觉得就说 我就要让消费者知道 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是 好的农产品 其实本来就应该尊重的是什么 气候 或许你有钱 但是不要认为有了钱 什么都能买 我觉得 应该要看看你买的是什么东西 对 如果你今天买的是一个 友善土地 照管出来的农产品的时候 那我觉得身为一个消费者 我觉得那你要支持他的是 或许你今年买的 第一个料没那么多了 你买不到 这会发生 第二个或是你买了 其实都没那么漂亮啦 因为今年连着都雨嘛 那我觉得 当你吃进去 你最少你知道这个食物 对你的身体 其实是没有带来不好的影响的时候 我觉得 那这就无关乎 你有多少钱这件事情 而是我觉得在于你 你的心态 你消费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在处理所谓的社会企业 在这种跟商场那种交易 一模一样的处理这些事情 社会企业会有包袱吗 在谈这些买卖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这样讲 企业这两个字 如果我们把它更单纯一点 其实就是一场生意 我最简单了 其实就做生意嘛 那我觉得做生意 哪有什么包袱呢 其实做生意是什么 就是在我觉得 合理的成本 利润 我能做 我就做了嘛 对不对 应该让它单纯一点 不要那么复杂 也都不要机关算尽了 这个是我啦 所以我的确 我在想目前 为什么我没当大老板 大原因就在这吧 那回过头来 我觉得当你要把社会 照顾这几个字眼 你要把它加进来的时候 那也回过头来 有没有包袱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是你个人 就是说是你这个单位 你自己界定的 为什么 如果今天你做一个社会照顾 你都觉得包袱好重啊 担子好重 那显然我觉得你的决策 已经做错了 你一定是本末导致 你才觉得那担子是重了 如若不然的话就说 如果今天我的利益出发点 是我觉得我 做这个企业的源起 或是说我这个企业 有一个核心的价值 是对于人 对于人这件事情 或是对于土地 对于环境是好的 是我要带来祝福的 那么你就没有所谓的包袱 更何况如果你衍生出来的最大的价值 也就是所谓的利润 你还愿意再从你利润当中再提拨 或是我都常态 我每一年有一个预算是一定要提拨出来的 我要做一些所谓的照顾的事情 不论是哪一种族群 或是哪一种特定的团体 我都觉得那都代表是好的 都是为什么 是表示你其实是负责的 因为一个企业你负责 你才能永续嘛 你不能永续的企业 你怎么做照顾啊 你今年做而明年没啦 对尤其是社会企业的话 通常是针对某个族群需要的人 那那种帮助不可能是 我今天有我就给你 是 明天好我资源不足了 没了就收手 是 那对需要 真正需要帮助这些人来讲 反而是给他一个 怎么突然来一个这么大的考验 所以你看到最简单的例子嘛 你去年跟你采购中秋节礼盒的单 的一些 比如说企业吧 今年还不见得跟你采了 跟你采购为什么 回你啊 马小姐不好意思啊 我们今年没预算了 是吧 可是你做 你做照顾这件事情 你就不能了嘛 对对 因为你表示你其实是很负责任 是你知道 这是一个永续性的事情 讲得更直接 是一年365天的事 不是吧 那所以你既然是一个 永续性的事情 就代表说 你其实会很清楚的是 你的 你可以提拨出来的预算 经费 是不是其实是你可以承载的吗 对呀 在南投 我们今天 能够坐在这里 其实这里一般观光客不会来 我们家没有收 没有收的 没收 所以如果说大家对于清水茶坊的这一个 这个社会企业想支持 对于产品也想了解 其实也想间接的想要支持你们永续的为老人送餐的这个行动的话 应该就是最简单 其实就透过购买清水茶坊的这友善耕作的农产品 简单讲只是这样子哦 但透过网购的方式是吗 我们家目前是以网购居多吗 因为我们实体的通路目前 比较平稳的来说 其实是台湾好基金会的台湾好店 在台北 那可是因为台湾好店 其实它因为它对于社区的照顾 包括对于有一些就是非力组织团队的照顾 其实是很多样的 所以但是它的空间就那么一点大嘛 所以它就不可能说我们家的产品 每一样在哪都有 所以它就是选择性的挑 对 所以当然很欢迎就大家可以上网 或是你可以打电话 直接进来订购都没有关系 今天可以耽误到 本来以为是执行长 事实上是营运长 我现在又看着名片了 玛丽芬小姐 小喷姐耽误了你 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听你说故事 我可以有这个机会 然后带着我老妈 其实啊 你们服务的就老人送餐这个啊 事实上大概年纪就我老妈以上的 因为已经超过六十五岁 可是真的说 说实在的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妈妈活动力还很棒 而且人年纪虽然大了 其实心里头一些理想啊 梦想啊 想做的事情不输我们的 我们年轻人或许都觉得 日子就是这样子啊 哪有什么 可是没有 他们会感觉有很多 更想珍惜时间做的事情 所以这些激发能够一起出来 然后能够看看你们 你们对这边社区老人做的事情 然后可以认识很多小农的生命力 我都觉得我老妈应该 老妈很高兴啊 老妈 很高兴 大名带我出来 真的 让我有机会认识认识我们这个小英姐 小婚姐 真的听你说这一段真的 你的用心 你的带动力 你的团过的这些规划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很好 谢谢你 不感叹 说真的 你说这些我真的都有听 有懂 我有经过的 但是像你这样 这么有勇气 又看重这些 若果的这些家庭的老人家 这些他们 不只是要服务他 重点你是要关心他 关心到他的整个人生的生活观 那米妈 那我得照顾一下 那个照顾关心 都是我的伙伴们啦 因为菜是他们煮的 饭是他们煮的嘛 便当是他们送的吧 那我唯一做就是赚钱啦 或是负责赚钱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诚实招供这件事哦 其实是伙伴他们 真的他们很辛苦 非常辛苦 没有你就没有他们来来弄 煮这些 这些人工赚钱 这些人工赚钱 技術真的可以說很怕人 我讀台語讀武峰 我們的保理那邊很嚴重 我們那時候也有一些團隊也會去那裡 去那裡煮食 還有一些大學生 學界的一些大學生 在那裡留三個月 把他們穿在裡面 照顧 辛苦 種種 所以 我知道的時間目前也要有 但是我聽妳說 妳很偉大 不簡單 離開又回來 被邀請就回來 沒想過過期在這裡 那段時間那種艱苦 很難去移籍 拿這樣下去 妳還有那種勇氣 回來還繼續 不容易讓牠熄去 沒啦 我沒那麼乖 很乖耶 我是相帶給我回來了 我也沒那麼大勇氣 我的勇氣是相帶給我 我也沒那麼大勇氣 所以說 妳那個想法 妳的志向真的很高 真謝謝 真欣騙妳 謝謝妳媽媽 真欣騙妳 我老媽其實 就是老人家比較 有一些生活經驗累積啊 所以我一路帶著她的時候 有時候讓她參與我們訪談的時候 她會很懂得下註解 我自己平常就只顧著聽故事啊 聽一聽這整個過程 但她那腦筋就在動著 哇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生 她做的這件事情 她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她如果說當年 不是因為她家裡太窮 沒讓她讀書的話 她現在想必也應該可以撐起一番事業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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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感謝小芬姐 尤其我媽媽剛剛在講這個921的事情喔 我一點點刺激就是 我覺得好難得的是 921對我們來講已經變歷史名詞了 可是清水茶坊竟然是從921 當年做的送餐給老人事情堅持到現在 是 是 我真的是 我太 太敬佩了 所以那個那個新竹物流的那個 基金會執行長啊 俊凱都說什麼 她和小芬別人都還在吵著那個社會企業 她說你們家是台灣第一個社會企業 真的 她不講 坦白說我也腦袋沒鑽到那 因為她一講我愣了一下 我想 欸 還真是欸 還真的是 所以能夠 你剛剛講的 你不是負責去煮飯 煮菜的 慰問老人 那都是夥伴們辛苦 那你只負責賺錢 是的 你要繼續努力賺錢啦 是 是 是 你要賺錢他們才能夠養活自己 是 是 是 老人才繼續有餐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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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謝謝小芬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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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米 謝謝米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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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y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